中國大陸最近可以說是 外交跟軍事動作不斷 而且呢 來看到習近平主席 當然去參加了金專峰會 然後呢 在軍事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習主席之前去看的東風26啦 還有呢 相關的演習啊 平坎演習等等 還有一個最新消息 來看到的是呢 遼寧艦北上通過了台灣海峽 在台灣這邊 23號凌晨發布的消息說 遼寧艦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從22號晚間 東沙群島附近海域航行 隨後北上通過了台灣海峽 然後呢 其實台灣這邊說 有進行監視 好 那為什麼遼寧艦引發討論 他18號的時候呢 就已經觀測到 出現到台灣的北部 18號在北部哦 9月的時候 然後呢 開始往日本這邊 慢慢走走走 然後大家還記得嗎 聯合力艦的時候 他也來到台灣的 東部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 然後到了南海 接著呢 又回去 而且回去的部分 是從台灣海峽 意思就是他是這樣子繞 再回來 再往北部 所以大使 你怎麼看 這就表示我覺得 就是遼寧艦 他的整個戰力整備 已經是很成熟的了 他隨時可以進入各種狀態 而且都備戰狀態 甚至可以做戰力演詢啊 戰力的這種展現 我覺得遼寧號現在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在這個 尤其在第一第二島鏈之間的這個 整個的戰略態勢已經變了 就是以遼寧號為主導了 做這種啊 這種持續性 常態性的 這種演詢啊 就是說這一邊的水域 等於就是說 從大陸的角度上來看的話 就已經是中國的水域了 等於在中央行使 這個主權行為了 那尤其這還著台灣繞 還著台灣繞 這是非常明顯的 也就是像國際社會 那麼很明顯的展示 大陸有這個軍事的力量 來捍衛 就是包括整個台灣島四周的 這個整個的水域啊 對 那所以就是說 那055大區還不夠 那遼寧號它是一個航母戰鬥群 對它上面 除了遼寧號 它還有它的護衛艦 是 下面還有潛水艇 一定有 對那載著這個艦載機的話 隨時就是一個戰鬥 戰鬥的一個編主啊 那個力量非常的大 是 尤其在就是我覺得印太地區 除了美國之外 沒有一個國家有這個力量 嗯 那就是說這也就變成就是說 大陸現在尤其 對於維護 台海附近的整個主權啊 海域的主權啊 那就是說 用實際做的 嗯 也不是講空口說白話 那展現實力 那要來挑戰的話 那就看 遼寧艦同不同意啦 對 其實喔 你可以看到 雖然到最近呢 在國際場合 也不能提到說 台灣海峽是內海 而不是國際的水域 再加上它用呢 軍事的行動 還有之前看到 海警呢 也可以把台灣整個繞過去 所以呢 它用軍事實力跟底氣 告訴你 這是我的家門口 你真的 美國或者是日本 不要來挑釋 好 這是呢 軍事的這一塊 但是呢 中國大陸在經濟上 還有呢 外交上 更是大戲了 比如說 一帶一路啊 金磚峰會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第十六屆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呢 其實在達達共和國的喀山正式登場了 這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俄國最大的規模最大的外交的活動 也是二零二四年金磚獲園之後的呢 第一次的領袖的會議 其中呢 這次很多成員國都到了 還有呢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到了 也參加了 他抵達的時候呢 其實俄羅斯少女還端著麵包 還有沙拉奇馬 盛大的歡迎 國特雷斯入境隨俗吃了一口 那這次呢 會議有二十四個國家領袖出席 包括了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還有印度總理莫迪 大家也期待 習主席跟莫迪的會晤嘛 還有呢 伊朗的總統 佩澤西奇洋 以及土耳其總統 他是北約成員國愛爾頓 然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跟普丁總統會面的時候 強調中俄世代友好 輕宜不變 我們一起聽看看 75週年 回首走國的路 中央關係風雨兼程 砥礪前行 取得一系列開創性成果 探索出 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的相領大國 正確相處之道 好 大家先怎麼看 金磚峰會 其實呢 這是習近平的三次會面 而且呢 習主席不斷提到了 我們全面戰略協助 而且呢也提到了說金磚合作 還有呢 一帶一路 其實呢跟遼國的這個 來看他總數據呢 其實他也見面的時候 也提到了要從中勞鐵路 要變成什麼經濟走廊 而且成為一帶一路的合作樣板 對 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次的卡山會議 我覺得你看在開會之前 這個普丁就先跟習近平 已經進行了雙邊的會談 那麼這個會議正式開始之前 這最重要的事 可見就是說 這麼多國家 現在十個會員國 對普丁來講最重要是中國 對 那就中俄兩國的關係上來 中俄兩國這個關係非常久遠 這是歷史上最關係最好的一個階段 對 那而且這個時候呢 不但雙方的關係是平等 而且俄羅斯非常需要中國 所以這一次普丁去 讓這個金磚會議 的兩個重要的支柱 才真正站得很穩 金磚我們今天說穿的就是中俄 對 就是中俄 中國俄國 俄羅斯是世界第一大核子武力強國 這超過美國的 尤其在核子力量上面 那中國大陸是這個 不但是這個 軍事是新興強國 而且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跟工業生產國 最完整的工業生產量力 然後呢 國內的政治 兩個國家 中俄兩國來講 都是非常穩定的 而且就是說 國內都是非常一副團結的氣象 所以我覺得這個金磚 就在中俄兩國的領導之下 事實上話 我覺得它會是一個 一個真正能夠代表 這個世界 這個國際社會上的 一個最具代表性的 這個重要的國際組織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 從地域上來看的話 它是跨地域 跨地域 你看有非洲的 有中東的 有南美的 有亞洲的 有歐洲的 都有啦 重要的區域都都在裡面 然後呢 它跨文明 這裡面有很多古老的文明 波斯文明 阿拉伯文明 中華文明 俄羅斯文明 這個 中南美也有他們的這個文明 特別的文明 所以這個是跨文明的 世界的主要文明都在這裡面 除了那個西方不在 就是說歐洲的這個西歐這個文明 不在裡面 那還有什麼 它跨宗教 對 宗教的話裡面有各種不同信仰的國家在一起 這個才是我們這個地球 我們這個所居住的星球 一個小的縮影 G7能代表什麼 G7 G7 G7過去它這個 西方人認為就變成 它有一個hierarchical order 就有一個階層式 它認為 核心是G7 中間是OECD UM是聽這個G7 跟OECD 這樣子一系列的決策過程 這個沒有代表性 這個以現在一個 所謂國際關係民主化來講的話 那金磚才能夠達到 所謂的一個民主的國際關係的 一個代表 所以我覺得金磚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他的這個 就是說 是挑戰一個過去 歐洲文明主導地球的 那樣子的一個偏頗的 一個國際秩序 一個最重要的力量 我覺得他已經 已經還沒有幹大事 就已經成功了 對 怎麼成功了 就是大家都要參加 大家都要參加 大家都要參加 就表示 他有那個代表性 他有那個 讓大家 所以願意去怎麼樣 去支持他的這個力量 對 所以這個金磚我覺得 等於說他已經是 在改變這個世界的格局了 改變這個世界的格局 不過就是說 我覺得他的走的路 也算是怎麼講呢 也算是非常非常的穩 他擴援的情況 你看上一次也幾乎 擴了五個國家 這一次他很多申請國家 可是呢 他並沒有這種盲目急於擴充的這個情況 然後他做的事情呢 是做的是實事 也就針對了現在國際上 美元霸權所造成的 各個國家都受制於美國 這個國家的單邊主義 他愛怎麼幹怎麼幹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他第一個就改革了怎麼樣 這個貨幣的這個體系 那這個貨幣最重要的 尤其在國際交易上 以美元為主要支付工具的這個體系 現在金磚就要挑戰他 對 所以呢你看大使特別提到 金磚為什麼說改變世界格局呢 尤其是習近平主席 跟普京總統會面的時候 說弘揚正確的二戰史觀 全球戰略的穩定 好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這一次呢當然 我們待會要好好提一下 非美元化支付 但是就有人說有個挑 那個什麼腳趾棍是印度嗎 印度真的很會硬吹 但是這個硬吹吹到一個很好笑 吹到什麼呢 印度網友開始稱讚 一個火車啊 穿越了山隧道的影片 被瀏覽了數百萬次 就法新社打臉啦 這個影片是中國湖南省好嗎 你印度的這個鐵路還在興建中 印度就是說自我感覺太良好 他們認為他們馬上要超音感美 對 他們這個 這個現在他們這個造假之風也很強 可是呢去過印度 像我去過印度是非常多次 我有一點發言權 這個國家真的是遍地是貧窮 然後貧富極端 發展跟貧富都極端不平均的一個國家 那這個 你說他修一條鐵路 能算什麼呢 對 中國大陸現在講的是高速鐵路 全世界都沒有辦法 八重八橫 對 那這個沒有辦法追 可是他們就不斷地要好像要跟中國平起平坐 想太多 結果 結果呢 我覺得最後是限制他的發展 不過我覺得對印度的這些精英人物來講的話 我常常就思考他們 怎麼會有這麼樣的狂妄的想法 後來我想起來 其實他們身上背負的包覆是比較少的 印度今天有15億人 今天莫迪裡面看到的人只有2億人 對 他們社會是有階級的 這種階級之分就讓這種階級 這種在下沉的你永遠不必去照顧它 你只要看到你一些 你搞一些什麼印度矽谷 Bengalow 哇就有印度就有希望 你去把你的這個 這個印度的這些大城 蓋一些這些什麼 蓋一些摩天大樓 蓋幾條 城市的這個什麼叫捷運系統 你就覺得印度已經進入發展國家 他們是確實這樣想的 他沒有想到普及 沒有想到脫貧 沒有想到這個一層一層的發展 最後呢 中國的開發從西部延外 一直往中部一往大西部開發 這個整面都要怎麼樣 都要變成同一個一起的發展 齊頭並進 他們沒有 一個都不能少是中國的概念 印度的政治人物沒有這種理想 所以呢 他很容易看到一點小成就 他就覺得都已經超音感美了 對 可是他這個國家就變成 你去看了以後你就知道 通通是什麼 不平衡的 滿街垃圾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乞丐滿街 然後呢 他政府也不用管 這些乞丐他們就讓他自生自滅 然後那個火車就是三種票 一種是什麼 一種是 有座位的票 一種是 不用 有 對號入座的 一種沒有對號入座 還有一種免費的 就是你自己爬到那個鐵路上去做那個 亂象的 對對對 這樣子一個國家 那不過他基本上他的 他的這個領導人物 他非常會鬥爭 為什麼 第一個 他們印度才是真正多元文化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很會在什麼 拉幫前派的鬥 然後呢 妥協力也很強 然後眼頭也很火 因為他們的環境就是一個鬥爭 他不是一個同質化的社會 對不對 他這個印度教徒要去鬥佛教徒 要去鬥這個 鬥什麼 鬥這個回教徒 然後呢 這個北部 這個高人種的 要去鬥那個低人種的 然後這個省跟那個省又在競爭 對他的族群又 很亂 數百種語言啊 對不對 人種也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在生存的 所以呢 他們走到任何地方都 具滿了鬥爭性 很會談判 很會使手段 很會怎麼樣 很會吹牛 很會怎麼騙人 這是他們生存 他在自己國內的生存之道 那你說今天他在金磚 他基本上還是很現實的 因為 印度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他的軍事力量是建立在俄羅斯 俄羅斯 到今天為止還是如此 而且他也很靠 他也很會吃俄羅斯啊 俄羅斯這一次 俄乌戰爭以後 能源那麼好 這些能源就被 就被印度老 可好好利用了一下 沒錯 對他哪裡去找這種 這種 這種大哥 對啊 所以你看在 經濟上呢 有很多能源需要 俄羅斯能源 在軍事上呢 也需要俄羅斯很多的武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印度真的被說 你的大哥是俄羅斯美蘇 但你不用天天都想要 跟中國大陸抗爭嘛 第一個來看到 我們當然很樂觀其成說 中印的邊界解決了問題 這是呢 在席末會前 敲定的 但是呢 蘇傑森這段話要引發關注 說我們要達成諒解 能夠像 2020年之前這樣繼續的巡邏 2020那個時候呢 就發生很多事情 比如說他常常有些動亂啊 包括了在呢 加勒萬和谷等等 比如說2020年的時候有衝突 印度派出很多人嘛 結果死傷也很慘 另外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就是 除了這個邊界的問題 還有呢 非美元支付的這一塊 印度外長在還沒開外前就說 我們沒有要支持去美元化 對 我覺得他 事實上他是在那個 另外一個場合 對還不是在這個 不是在這個場合說的 我覺得他們是很清楚的 他一碼歸一碼 這個去美元化 他不願意 他不願意沾這個名啦 那會不會參與的話就看了 可是他 口頭他是不參與 OK 前兩天那個 川普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個記者問他說 現在各國都在去美元化 川普怎麼說 他說 他認為這件事情非常的嚴重 他說 絕對不能讓美元的霸權地位 被受到任何的傷害 那主持人說 那你要怎麼辦 客關稅啊 對我就客關稅 他就這一招 他說 如果你想拋棄美元的話 我就告訴你 你如果拋棄美元的話 我就要整你 這就是川普的 對 所以川普已經料化了 基本上將來誰啊 就是說故意不用美元啊 或者美國的財長打電話來 叫你買美債的時候 你不配合的話 那川普啊 鞭子就要拿出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像印度他很精的 印度他是基本上 也不是說沒有原則 他就是在騎牆中 獲得他的利益 什麼利益他都要拿一點 所以印度本身他是不結盟 可是呢 他是什麼利益都要拿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 我覺得他應該是 還是衡量自己的利益以後 他還是不加入這個去美元的機制 那這個機制 今天我們倒還沒有看得出來是什麼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支付的體系 有人說是這個 所謂的電子貨幣 那或者雙方的這種一種 貨幣交換一種記帳的系統 而不必見到真正的這個貨幣的 這種直接的使用 就是雙方的建立一個記帳系統 那你原來這筆東西我們是用這個 這個人民幣的話 我就人民幣 雙方的中央銀行的帳目上 就各增一筆帳 那將來其他的在這樣在帳上來抵來抵 那可能是往這個方向 而且在數字 所謂的數位化貨幣以後 這個他的這個技術上困難是更容易 更容易 還有一種講是加密貨幣 那這個就比較複雜 這比較複雜 就不曉得怎麼樣一個情況 不過可以看出來 這次普丁最主要開這次會議 他要具體的成果 也就是說我們講一個 開會一定要有一個deliverable deliverable就是說 你要交出來成績單是什麼 普丁要的就這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 這個東西我講會支持的 就變成就是說 大家金磚國家有一個默契 就是說你不要去參與其他國家 對我們金磚國家會員 進行的任何單方面的制裁行動 這個就針對美國 對 我是覺得他是會受到 會是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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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的 那所以就普丁來講 我覺得除了這個具體的項目以外 光外交來講他大勝 就將近二十幾個國家高級代表去 他要的都來了 古特雷斯都去了 最重要的古特雷斯 代表聯合國 那個奧奧奧奧也去了 越南 越南趕不去嗎 越南總理也趕去了 也是非常喜歡 對不對 蒙古趕不去嗎 那個雖然我們剛剛講到 像比如說 哈薩克斯坦 他說他不會加入 可是你看俄羅斯幫 阿富羅斯幫他緩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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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這個我們獨聯 獨聯體的 我們很多機會都在合作 我們這個我們是獨聯 我們是這個 歐安會 上海合作組織 歐安會 集體安全組織 都是 所以合作非常密切 對 那不見只差這一個 我覺得他基本上 我覺得他們對於哈薩克 應該是怎麼講呢 應該是有信心的 對 所以你看因為金磚太重要了 而且他會挑動了西方的霸權 尤其二戰之後的霸權 所以呢 西方看到事情 就要見縫插針 說什麼 哎呀沙特王族不去啦 怎樣 那不就是美國逼的嗎 哎呀這個 哈薩克不加入啦 那人家就說 我也沒關係啊 你要尊重啊 好我們說呢 這兩場戰爭呢 讓全世界看到 東升西降 尤其中國大陸在全世界 被說才是呢 公道普的角色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 美國民主黨也在選舉 他很擔心 現在賀錦麗民調 被川普趕過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以色列 跟哈馬斯 真主黨這些的戰爭 還有伊朗 會被報復來報復去 真的會對於 中東的這個 民心啊 也會受到影響 在美國的選舉 也會受到影響 以色列總理 那坦雅胡啊 沙紅臉 會不會成為民主黨燙手山魚呢 現在以軍啊 公佈了這個撤離命令 要求呢 說這些 黎巴嫩人 你趕快離開啦 我真的要空襲囉 然後呢 對此其實可以看到呢 轟來轟去 你可以看到 真主黨也對以色列打啦 然後呢 以色列也對真主黨打來打去 都有一些炮火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看布林肯去 會了納坦雅胡 說停火等等的 但是人家根本就覺得 你不會有任何的幫助啦 你第11次訪中東 又怎麼樣呢 中東大陸對於中東的局勢啊 其實有最新的說法 我們先來聽聽看看 中方對當前 中東局勢的動盪 不斷升級 深感擔憂 反對侵犯 黎巴嫩的主權 安全和領導完整的行為 反對任何激化矛盾 導致地區局勢升級的舉動 希望有關方面 儘快重返政治解決的軌道 通過溝通對話 解決矛盾分歧 推動地區的局勢 盡快降溫 好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呢 納坦雅胡現在當然對於中東這個局勢呢 會呢 糾結著這個美國的選舉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你看 美國這邊嘴巴講來講去 但是你還是挺那個納坦雅胡嘛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美國之前不是有傳出來 最高機密外洩 以色列最高機密外洩 就是呢以色列要報復伊朗 而且他擁有核武被公開 這件事情呢被傳出來是 美國辦的政府會不會希望他見光死嗎 因為很擔心真的去打伊朗 這個戰士又絞成一鍋粥 傳出來呢這個 洩密的人會不會是這一位 美國國防部的高級職員 這位女士呢 但是現在還在調查當中不是很確定 但是呢 現在會不會因為 這個納坦雅胡殺紅了眼 對於賀錦麗民調大傷 其實這個是美國政府內部的這個機密文件 他是在這個Middle East Spectator 這樣一個網站裡面被公佈出來 所以等於說美國的官方的文件 機密文件 被上到一個民間的一個網站上去 這個就變成就變成就是說 要查是誰卸的密 美國政府裡面誰經手過這些機密 這些機密還有一些問題就變成 就是說他有些部分 也是竊取 美國的情報單位竊取 竊取以色列的機密而來的 也就是說以色列也很不爽的 就是說美國雖然是他好朋友 還是在密密切聽他 那這意外嗎 然後收集他的 對啊收集他的情報 這個意外嗎 所以這個對內坦雅胡來講 當然是很不爽 對 覺得你這個兩面手法 玩到這個 這個內坦雅胡頭上 當然就是說其實 這個以色列開始打這個 這個 這個 利巴嫩 甚至就是說 加薩走廊 這個開始 事實上 美國政府裡面 從國務院 到什麼 到國防部 很多官員 都辭職不幹 掛掛掌球去了 有一兩百人 這些都是 看不下去 美國 居然幫著以色列 來進行種族滅絕 Genocide 那所以他裡面 有良知的一些工人也退了 所以呢 所以他現在說 查出來可能是這個 國防部的一個高級職員 我覺得是可能 是有可能性的 本來就有外界就在猜測說 這個是一定是 美國內部 對拜登政府 無條件支持 內坦雅胡 在中東行襲種族滅絕的 這種罪行 的一種不滿 那他就把這個 把這個情報 把它爆 曝出來 那 起碼讓世人知道 這些事情 所以呢這個 我覺得現在 揮測說 這一位國防部高級職員 我覺得 可能性還蠻高的 可能性還蠻高的 那整個來講 現在中東的情勢來講 內坦雅胡事實上 他過去 在加薩走廊的 這個打法 有受到國際社會的 有力的阻止嗎 我跟你講 美國不但 不但是沒有阻止 他用的大部分的 這個彈藥 都是美國提供的 對 這種高精密度的炸彈 甚至一些 導引的這種 這種設備 都是美國提供的 那另外一方面 歐洲國家 叫叫叫 連一個大使 都沒有叫回來 召回 對 連一個大使 都沒有召回 你可以跟他 降低國家這個關係 現在世界很多國家 跟以色列斷交 對沒錯 對不對 所以呢歐洲國家 不就是 也是一樣 做事這種暴行的發生 那從以色列的立場來看 我在加薩走廊這樣幹 我現在正好機會 外部的環境也許可 內部來講的話 又有怎麼出兵的這個理由 就以把加薩走廊解決了以後 現在啊 把這一股作氣 就把黎巴嫩的問題 珍珠島的問題 也把它 怎麼講的 也把它解決 能解決多少 解決多少 只要 實際 環境 內外環境許可的情況下 他就能做就多少 現在已經就是打加薩一樣了 對啊 對不對 那個離南這個 利塔尼河 利塔尼河以南 這個 以北也打了 對 基本上就是打加薩的打法 是 已經差不多有人說 起碼大概有差不多 十萬以上的難民了 已經往外逃了 但是我剛才特別提到說 他叫人家 撤離這個地方 就說你要往北逃 因為這就是利塔尼河了 對 就是他就叫你說 我要打到利塔尼河了 你還不夠走的話 你們都會被炸 而且他也是用磚地帶 他也是基本上 因為在離南 以色列的情報 也是大部分是坑道 還有很多地下的軍事設施 所以他也是一個磚地帶 就往裡面打 那就整棟樓就打掉 然後呢 他是一個一個打 說實話 這個打 這一塊面積 可比這個加薩走廊大多了 我看他投彈的量 打擊的力道 可能就跟打加薩差不多了 而且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去打人家 國家境內 美國沒有反對 美國照樣提供他的這個 怎麼講 美國照樣提供他的若干武器 那所謂的這個反抗之弧 伊朗所代表的 他們是代表這個國際法 去對以色列進行反制 那美國怎麼樣 美國薩德導彈系統立刻就到了 就到了 而且這個操作是100名美國的軍官 軍四官兵直接在操作 薩德飛彈系統 所以誰在讓以色列這樣 違反國際法 違反國際人道法 在把加薩走廊的這個 種族滅絕 帶到今天帶到 黎巴嫩的南部的種族滅絕 沒錯 可是問題 你內太陽胡買不買 這個拜登的帳 還是照樣不買 拜登為什麼這麼急急忙忙的 把這個 薩德飛彈送到這個以色列去 我想就是做給他這個 他的這個猶太金主 可是問題他另一方面 現在 美國少數民族 尤其黑人的 男性 現在不太支持賀錦麗 因為他們也看不慣 美國政府 在這個中東 這個幫助以色列 進行種族滅絕 欺負弱小民族 他們是感同身受 他們都是 祖祖被 被美國這個政治體制 美國的主流 這些白人社會 所欺負壓迫長大的 對所以他們的正義感 他們不支持拜登 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有些搖擺州 光米歇根來講的話 米歇根過去 在投票的時候 最主要有一個少數的投票 就是阿拉伯裔 那個可以左右到米歇根的 最後的結果 那這些東西 你現在的話 你讓你拜登在這個 在中東這樣做為的話 支持以色列 到處濫殺 濫打濫殺的話 那你國內 你這個支持票沒有 你雖然你拿到了 這個猶太的這個 這些金主的支持 可是你這些票 可能就會造成這個 造成這個 這個賀錦麗的敗選 沒錯 所以如果說 賀錦麗最後敗的話 我想這個 拜登的中東政策 還有內坦雅胡的 落井下石 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更換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